看,这里就是埃及金字塔 而我们住的这个呢是个景观房 就是你可以直接打开窗户可以看到金字塔 但是神奇的是 我看到了这边所有房子的顶楼 看,这个顶楼比一楼还早 这个也是 然后再给你们看看这个 这个神奇的是 它的顶楼是用来养鸡和养羊的 就是微风吹来 空气中 鼻漫着一股淡淡的羊食味 你们自己想象 为什么它就是埃及屋顶你看到都是没有修好的 因为埃及的房子要等你修好之后呢 你才付一笔高的税 当然他们这样子选择不盖好的话 那他就可以跟政府说 啊,我房子没修好 我现在还不能跟你交水 他们就这样一直偷睡 偷睡 不说呀 埃及人小说明还是有一点的 还有一个呢就是 他们是老一辈的人建第一层 然后有了儿子之后给儿子建第二层 然后儿子呢给孙子建第三层 但是呢我也没有去细了解 你们就这么听一听 羊出来了 这就是屋顶喂羊的 然后我昨天住在那儿屋顶是喂鹅的 啊,我都有好久好久没吃过大白鹅了 看到它屋顶养的鹅我都流口水了 这是我在金字塔下待的第二天啊,第三天 每天可以看日出日落 日出是在那个方向 然后光打在金字塔上 日落就在金字塔下边 中午的时候将近有40度 你可以再晒到你脱皮 到现在我穿这个衣服我还有点冷 看石神人面相簿 然后金字塔吧 我刚刚从这儿放眼望去啊 好像每一个家的楼顶都跟垃圾队一样 从那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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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那个那个 再往远的看 全是垃圾场啊 这是他们什么的 他们这当地的一种习俗吗 哇,这个车的主人内心是多有少女心啊 全是小可爱 这里呢是集赛的城镇 就是金字塔当地人生活的区域 这里已经恢复了就是正常城市的车水马农 然后当地居民在日落之后就在马路中央在这里休息吹吹风 但是闻着汽车尾气 这操作我有点看不懂呀 他们当地人都是骑骆驼回家的吗 还是在马路上散步 有点牛批啊 哈哈哈哈 他们 埃及的药店就是长这个样子的 然后前面就是买药的地方 这个是在某红书上面 很多人说效果特别好 不处高 然后我要买一样买一点,我去试试 这个可以价钱吗 只有15鲁 哦,是 OK,谢谢 这都15 他们的药店还有这么多种语言 我看到了中文的才明白这是个药店 花里湖什么的 然后买了一堆 我去试试看是不是真如别人说的效果那么好 好,吃饭去吧 这回家路上 这回家路上 那是砂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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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砂 200岁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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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視聴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した